我们现在要讲主义主义的1 不讲4 讲主义主义的1 1的代表人物是阿里斯多芬云里面的那个苏格拉1 那个云里面呢 阿里斯多芬那个云里面 云里面呢出了张大嘴往天上看的 咱们说它的愚蠢呢 1呢它这个体系呢我一般把它叫做 subphysics 就underphysics 形而下学 如果我们用形而上学的那个meta吧 那这个应该是要写成什么pre prephysics 形而下学也就是它没有自己的物理学 没有自己的自然学 没有自己的自然学 自然学之前的一种 它不研究存在 这个physics实际上就是本体论的 没有本体论 形而下学 就形而下学 它 形而上学是metaphysics 然后我在我之前的原来体系里面 把它叫做realism 把它叫实在论realism 实际上也可以称之为实在论realism 实在论啊实在论 就是因为为什么称之为实在论 因为实在论呢就是说 一般的实在就是现实主义 你可以翻译现实 它在现代哲学的语境里面realism 主要指的是naive naive realism 天真的实在实在论 就认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 世界就是个场 就是宇宙啊 或者宇宙或者就是世界 宇宙就是世界 宇宙世界 它是一个龙贯的场 是一个龙贯的 均匀的一个场 是均匀的一个场 这个场里面充满了均匀的秩序 然后在这个场里面 人是这个场里面的 我是这里面一个东西 然后那边是个桌子 这边是个椅子 那边是另外一个人 那边是一个 一个建筑物 那边是一个动物 那边是一个日月星辰 那边 然后这个场啊 它不仅仅说空间上是农贯的 时间上也农贯的 过去一天之前我怎么样的 一年之后我怎么样的 两百年前有我的祖先怎么样的 一亿年前太阳的怎么样 地球怎么样 这种东西 觉得这个场啊 就在时空上都是农农贯的 就是均匀的 你不会对他有反思 你你甚至在这个场里面 都不会把你自己的出生死亡 把你自己的创伤性的事件 当成是断裂的 当成是这个场的断裂 你闭上眼睛 认为这个外面世界还在 然后你睡一觉 睡觉的时候意识中断了 醒来之后 认为你还是同一个世界 你要把他死了之后 会可以会想象自己死了之后 世界还会继续存在啊 或者我的后代子孙 然后拿我的遗产 出席我的葬礼 或者怎么样的 我出生之前 英雄人物这不是三国 诸葛亮曹操之前那些人 都是真真实的 naive realism 他是一种 实在论 天真的实在论 一种天真的实在论 realism 代表人物为什么是苏格拉底呢 或者说 也就是他是阿里斯多芬里面的 很蠢的呆呆的苏格拉底 语音里面的苏格拉底 其实更更是柏拉图里面的苏格拉底 他总会问别人一个问题 what is 什么什么 比如说what is 美德 什么是美德 美德 美德是什么 什么 比如说 虔诚piety 我今天刚学到这个词 what is 什么是虔诚 什么是虔诚 什么是前进 他就 但是问题不在于他的后面的和别人的辩论 而在这个问题本身 他是用庸俗的实在论 也就是说 他认为what is 可以用来对所有东西加入发问 什么是 什么是 他认为这三个词可以天然的可以 这个问题意识可以天然的实至于所有的人 所有的对象 或者他认为所有的符号都对应一个对象 所有的符号后面被问的这个符号都对应一个对象 而这个对象 所有这些不同的对象通通都在一个场里面 一个世界里面 所以我可以去问什么是什么 什么是奥特曼啊 什么是爸爸 什么是 什么是人啊 什么是星星啊 什么是 就是 他这个什么是 这里的是 就引 引发一个他的那个本体论 就是 阿里斯多德意义上那个 寄存存在者 存在者 就是这些 在一个场域里面 在场的那些对象 拉到一块去 形成一个存在者整体 这个存在者整体对他加以分类 还有一个定性的一个分类啊 定性的一个分类和描述 那就是所谓的 阿里斯多德亚式意义上的存在论 存在论 ontology 那么这个存在论呢 他甚至都不是现代哲学 就是甚至都不是经典 经典哲学里面存在的 经典 经典哲学的存在 甚至都都比这个要 还要高级一点 比如他 牵扯到了三一性的一个问题啊 这也都是超越于 亚里斯多德这种 范畴性的分类性的那个存在论 就是吧 亚里斯多德 那你可以去看亚里斯多的那期啊 2-1-2-3好像是 我都记不得了 我都记不得了 所以 问 会问什么是 用什么是的这种问题 意思来把握一切的思维 你说的那个东西是个什么那样的啊 跟我描述没有什么是什么什么 什么是什么什么 你如果不能摆脱这种思维的话 那你就是会是一字头 会是一字头 就是你默认会有一个flow系统 这个flow系统 啊 默认一个flow系统 它可以 给所有一切来进行定位啊 一切都可以定位 一切 都是 都定位就是都可以对象化 那么对象化在你这里就只有一种对象化 只有一类对象化 就是一个 就是把它在flow系统里面定位 有一个完整轮廓边界或者是怎么样的 啊 所以实在论呢 它一定会 当然 它会 划分为就是实在论最简单最简单就是我刚刚 或是说这个行而下学 最简单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一种天真的思维方式 就认为有一个稳固的一个场 就世界 当然 你要说在物理学上或者说就是我们哲学家 当然我们很多人认为我不配自身哲学家 或者我们爱好哲学的人爱好智慧的人 那你相信这个有地球啊 他相信相信不相信有一个怎么样的我相信 我相信 但是我认为同时我也相信他是裂的 他同时我也认为他在文理上在褶皱上 他在整个发生学机制上 他是处处有裂系的有裂缝的 这个世界当中是会有奇迹啊 或者说是会有不可能性啊 或者或者是有症结点症状的时间的体验 我也认为我的死亡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一个事件 我的出生也是个非同寻常的事件 哪怕我每一时刻的每天的睡眠也是个不同的一个事件 我的梦境 他不能够被一种符号系统一种符号系统 就是彻底的加以定位 不应当如此 所以一字头啊 当然我们后来大家都知道有分四种啊 科学实在论 科学实在论 1-1 然后religional的实在论 宗教实在论 1-2 还有那种伪 就是那种庸俗的唯心主义啊 庸俗的唯我论 庸俗的唯我论啊 庸俗唯我论 因为他这个是1-3 1-3 他等于说这个 他也默认有一个龙贯的场 但这个龙贯场里面这个3啊 就是由自我来调和 我做主人的 庸俗的唯我论 那么最后一个则是 俗剑 庸剑 1-4 他在根本无力建构本体论 无力建构本体论 所以科学实在论呢 它是 在本体论上 是一龙贯的 本体论啊 通通是由科学话语 科学话语 物理学话语啊 或者说是 科学话语 来做主导的 那我们 我 接下来计划就是 把那个 比较短的1-1的 那个集锦啊 给它扩展 给扩展 把它做全 1-1的话 它分的话也是 后面就分四个 物理主义 建构论 认知主义 还有最后一个行为主义啊 你就分四种科学话语啊 科学话语本身会分分分为四种 分为四种啊 在认识论上比较精致的认知主义 认知主义运动 我整个看成是1-1的蛇皮运动 主要测原地在美国啊 行为主义 还有这个 都是英美学界的啊 还有这 建构主义主要测原地也在美国 其实 一开始在在法国吧 在法国 然后是这个 物理主义 物理主义啊 物理主义的话 测原地老实说 我要这样说了 我要给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这些 真的在 或者说牛任这些人 他统统都不是物理主义者 会做物理主义者的 很多是那些 分析哲学家的一个 临时的一个姿态 他会 物理主义的哲学家 他很快会推翻自己 这个物理主义立场 但他会延荡出四种意识形态 科学意识形态 物理主义者 就是认为一切都可以消解成物理现象 或者物理学原理 这个一字头呢 是有 有必要 就是 至少1-1 是有必要重讲的 1-1就是科学实在论啊 科学实在论啊 本底论上就认为只有一个 only one 那是在下一期的问题 我今天这一期只讲1 只讲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会 做入形而下学 形而下学 连形而上学都摸不到 形而下学的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 核心观点就在于存在着整体 存在着整体 你打到这个问题意思 就可以了 存在着整体 就是 首先把存在不思维存在 而思维存在者 他犯了一种亚里士多德式的存在论的一种错误 即忘了存在 把它作为存在者 就是作为一个服务系统里面的一个定位的一个对象啊 服务系统里面的一个分类学分类性的一个啊 整全的分类性的服务系统下的一个定位定位目标 但说到定位就是 关键论好像很高级的定位啊 但是 就从关键论本身 从定位意识出发 走向命题 然后 走向这种形式逻辑 然后把形式逻辑给它鲜艳化 最后也是能击穿的 但这条路太迂回了 三字头的路 不要这样 而是直接你要意识到 就是说 存在者形成的存在者整体 你就要反思 存在者整体和他所处的那个场之间的关联 和他所处的那个场之间的关联 他们之间的关联是二分的 存在者整体一切 everything 和那个一切之所在 它是两个东西 你就感受到这个就行了 这个场 先把它考虑成一个场域 其实再进一步精简 你就会发现一切之所在 它不仅是个场域 我们把它说成场域 已经是一种隐喻了 已经是一种空间化的隐喻了 对不对 空间化的隐喻 场 与其说是一个空间化了一个隐喻 不如说是我们要把握 一 它是一个符号系统 或者一个秩序系统 一个秩序系统 他 他在为这个存在者整体施加秩序 当然 你他们之间关系是有张力的 所以说二字头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两者的张力 场和存在者整体的一个张力 场本身能不能算成一个存在者 场本身能不能算成一个存在者 如果场不能算一个存在者的话 那就是所谓的无 它没有本体论地位 场本身算不算一个存在者 就意味着在存在者整体当中 要不要加入一个奇异的存在者 也就是所谓的无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古希腊哲学的核心争论 就是无本身它到底存不存在 就是作为场域的代表 不会变成存在者的 而始终是一个场域 一个背景 一个空洞的一个背景 空洞背景 与其说空洞背景 它是不是存在者 就是这是有张力的 void 它是不是exist 它是外不外在 外不外显 它是不是真的是实存的 或者应该不用exist 就是void is void is is void is 它是不是存在的 这里就不用 这里就不能用is 就要用being了 或者说直接把它去掉 is void 这个就是一个疑问句了 is void 或者叫 does void be does void be 就是这个问题 void 它本来应该是存在者整体存在所存在的一个场 但是这个场本身在不在 它合不合存在者整体 它在不在下面 就这个是一个始终就是没办法思考清楚的问题 那就到达二字头 二字头其实就是 就是要把握到存在者整体 真的是整体啊 就是说 你不要管你他妈的分类学系统下的一些局部的分类 局部的定位 这不能再满足你的 你的问题意识已经抵达了 就是说这整个这一切 和他一切的所在之间的关联是怎样的 那但是他还是二字头 因为他没有意识到这个过程当中 有一种不同于这个无的另外一种无 有一种不同于这种void的 这种作为存在者所处的那个场域 作为那个背景的那个无 作为那个空洞的背景的那个无 作为那个龙气那个无 那还有另外一种无 这种无 这种无呢 则是一个 它根本不能显在 它不能被填充 它不能有任何一个存在者在上面 这个作为场域的那个无 是可以有东西在上面的 就比如说这个这个这个笔 它可以占据一段虚空的 它的空间存在是不是占据了一段虚空 占据了这么一个和它形状一样的虚空 比如说我这只手放在这边 它是不是占据了一个空间 占据了这个空间对不对 我这个手是不是占据了一个空间 我把它移开 你可以幻想这里又有一个空空白的一段空间 在这边手占据这段空间 又占据另外一段空间 又占据另外一段空间 这个无 它作为空白的无作为场域的无 但是现在到了三字头的话 它会意识到有另外一种无 这种无不作为场域的 这种无不作为场域 这种无不能被东西填充 它不能positivization 它不能实证化 或者它不能就是有东西放在那上面 在上面呈现 它不能变成记忆的存在positivization 那么这种无的话 它就是不可被表象的 或者说它甚至就是说 没有东西可以通过占有它 充斥它表象起来 这就是主体性 这就是主体性 主体性抵达这个三字头的 这个时候你要把握到另外一种无 the other kind of void 这种无呢 它是比我刚刚所说的 那个可以被东西填充占据的 那个作为场的 作为一个 或者作为一个就是那个容器的 你会把这些空间 空间被它所占有 或者说装住了它 它这个它占据了一段空间 占据这么一个形状的空间 那么比这个无还要无的一个无 less than nothing 比这个无还要无的 那种无 那种无的话 它自己不会 它甚至都 它不会在场域里面被结构出来 场域本身是需要被结构的 场域作为空白的场域 就是二字头到三字头 就是要意识到 场域本身是需要被一个动力学所结构的 所以在二字头跨越到三字头的时候 已经包含了结构主义的所有的 从索细尔抵达马克思式的那种 资本论式的那种结构主义的所有真相 就是它要意识到场域本身是有 不仅仅场域 就是说符号系统是有生产性的 它是需要动力学机制来生产出这个场 空白的融贯的平滑的场 同时 它的那个动力学机制本身是一个永远匮乏的一个场 就是虚无不再是什么都没有 而是它缺东西 而是它不仅仅是缺东西 而且是它那个缺不意味着它可以被别人占据 而是别人无法占据它 它没 它是像虚数一样 不能在十数轴上作为零被表达 那种一样的虚无 它不能够被表达 它不是一个奇异点 它不再是一个奇异点 就说是奇异点 就singular point 这也怪怪的 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能就表示有点错误 所以从一字头二字头上面 从一字头走向二字头 关键就是你要把握到存在着整体 把握到存在着整体 然后把这个场 它是不是存在着整体的 变成一个问题 是厂本身是不是存在着整体的一部分 还是存在着整体是由厂所包围的 厂包住了它 还是它又是这个厂只是存在着整体的一部分 那你就到二字头了 那普通人要抵达这个 这个在光是观念上思维上抵达这个 你还没有 因为这里意味着你要考虑total total what is total 你的意识能够理解何为一切 因为没有人真正见过一切 所以任何思维上把握一切的这种操作 都是一种非法操作 它需要一种激进的主体性嘛 所以我说它必须要有主体性做这个法系统的这个动力学机制 它才能把这些 行而上学的那个张力给它构造出来 那么怎么抵达这个一切呢 我后面说了只能靠1444嘛 或者复仇主义那种 不管不顾只管那件事情 就把那个局部给它变成一切 就那件事情就意味着就一切 everything 它通过这种total totalitarianization totalitarianization 把这个总体化 totalization 或者我说 我说觉得totalization更好一点 totalization 把它总体化 就在 就仇恨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 那种就是 就这件事儿太他妈重要了 它就是一切 其他东西都是 但是其他东西都被主体性所消解掉了 这个时候主体性就登上舞台了 主体性那么 但这种主体性在撤撤撤退的时候呢 它会留下一个疑问 或者说它会留下一种信仰 它会变成1-2 或者变成2-1 它留下一个疑问 这个时候 啊 失败的复仇者 他就会思考 存在着整体和那个所谓的一切的那个背景 那么一个 那么一个举动 那么一个总体化 就是整体和总体的差别就显现出来 整体和总体的一个差别就显现出来 整体是一个无脑的 啊 就是一个是一个就是往那一躺的一个整体 啊 它是一个无动力学机制的 无动动力学那个那个中心点的 而总体永远它是要通过一个动力学的中心点来总体化的 总体和总体化可以说是一个过程一个东西 总体其他的总体化 那这次 总体和总体化是一个它是导致现代总体主义悲剧的 现代所有的总体主义悲剧都来自于此啊 总体主义悲剧 现代所有的总体主义悲剧都来自于在本体论上总体和总体化是一码事 它们是一个东西是一码事 无论在意识形态学上是一码事还是在哲学当中它都是一码事 在具体的政治操作啊意识形态学还是它是在哲学上 就是它是会导致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啊和哲学的短路 所以所有的现代总体主义都会走向悲剧 都会走向一个比如大屠杀啊或者就是那种甜灭人性啊那种悲剧啊 人间灾难的悲剧 因为在哲学上啊 我说在在本体论上我们的总体和总体化是一码事 total totality和totalization they are the same thing you can't 你没法区分它 我们我们说有totality和有totalization 它只是也是一个哲学逆致 呃我恰恰要表明的就是说认定他们有差异 这是认定总体化和总体之间啊 the total in total和totalization之间有差异 这是哲学的姿态 而认定他们之间是一样的是一个东西 随时随地对于哲学的姿态保持一种警惕 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姿态 辩证唯物主义的姿态 他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姿态 就是四字头 这是三字头 三字头和四字头的一个区别就在于此 就在于如何理解总体 总体化和总体的关系 然后stand 那么这个问题我会再出一个视频来仔细讲清楚 不不能避免这个的话 那你所有的四字头活动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都会降刺啊 就会掉到三 然后再掉到二 再掉到一 都会降刺 没办法 海德格尔一定会走向希特勒 没有办法 我始终认为这是一个核心点 不能坚持这一核心点的话 就会滑入虚假的历史主义啊 会滑入虚假的天命啊 什么共同体的意志什么这种东西 好了吧 所以我们要区分清楚整体和总体化 总体化它会有否认的机制 有缝合的机制 那些圣语 但凡他看到圣语 他能看到他会不停的说 因为我早就有 他会回族性的改 本来就是我部分 本来就是我部分 就本来就是我部分 所谓的整体 你可以看成就是那种松散的国家 松散的松散的国家 松散的可以说前现代国家 前现代国家 它是个整体主义 而总体化意味着或者说它是一个 它是个紧致的 紧致的高效动员的一个现代 现代甚至说是现代那种扩张性的国家 扩张性的民族国家 扩张性民族国家 它这个民族概念 它这个国族概念是可以 根据共同体利益不停的去修改的 它篡改和自己改 把它 但你本来就是我自古以来 就是自古以来 总体化即自古以来 就是所谓的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自古以来 永远是达不成的 来使得它这个运动不停的运动 所以总体就是总体化 你感受到这总体化 感受到总体和总体化当中这种致命的短路的话 至少你在政治上有点常识的话 实际上你 就是会很 已经是走向似手了 那我要说就是说 你把握到存在着整体 这个整体意味着你不仅仅是把握到一种松散的前现代国家的一种状态 你还是要还是要至少在一瞬间要感受到这个整体 是依赖定义的 或者依赖于这个符号系统的 符号符号系统的 依赖于怎么说的 依赖于话语的 依赖于符号系统的 那么就话语由话语 也就是由语言来走向 形而上去 形而上去 何为一 何为太一 何为权 这些东西都是 你发现 诶 啊 中国人用的是为字啊 用的和为啊 他用的不是 不是细词是啊 他这本来就是一个造作的造作的造作的一个过程 本来就是一个随随地就是 他其中有力量啊 有力量 谁谁 哎 这个其他后面话我就不想说了 我不想说的太太明白太清楚了 反正 体验一次总体化的过程至少要填一次 体验一次总体化的过程就是让你的主体性由 就总体化的这个过程 体验一次通过比如说 生死大仇呀 就是让你看到那个秩序当中的那个一个短路的点 父权秩序 他如果是天经地义的那为什么 中间会触发他里面一些短路的点 比如说血清复仇制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以一种复仇者 再去践踏别人的父权秩序 啊他他他对你犯了罪 但你可以去报复到他的儿子或者他爹上 在中国古代啊 这边还温啊 这些人 发现哎 有点问题啊 那个是规则不是抵对于他自己了吗 自己的辩证法就转起来了 这时候你会看到总体化总是会有会有会有问题的 会缺失的会有问题的 这个时候你就意识到了哎总体化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会走向二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太敢面对他自己有问题这件事情 你反过来就把这个总体化或者整体性 这个场域秩序本身 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秩序场本身的问题 把它转移成这个场合 它里面的存在着整体之间的问题的 他已经在走向二次头已经是某种意义上去 偏过去这个问题本身 已经是偏了 已经没有面对这个问题本身 真正问题本身就是总体化或者总体的这个呈现和他的结构 他内在的有有张力 内在有张力 但是他在历史当中他总会是统一的 总会是自我统一的 有一种力量让他自我统一 不停的闭合起来 实施求是承认他的自我同意 那才是四字头 但如果要用主体性去切入进去 看看他的这个机制的话 那则是三字头了 我觉得我对这个的评价都是一个很很正常的现代哲学 现代哲学在研究总体化 总体性总体主义的各种现代悲剧的时候 他们都讨论的比我清晰的一百倍一万倍啊 你们可以自己去找一些总体主义的研究批判反思 总体主义的一些哲学家的这些论述自己去看 我在这里就说 如果你在在那一瞬间通过复仇的把握到总体性内在的不一致性 然后但是却偏离了这个问题 然后把它篡改成一个整体的一个背景 你这个场啊 这空间或者说这个共同体的整个话语 或者说whatever 这个二可能 那个作为场域的那边可能有好多种 然后和他自己内在的存在着整体的一个张力 就所谓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个一个张力 那就会是二字头 如果这个张力 由主理性来加以去研究他的发生学机制 那就会有三字头 如果就不承认这个 不去错开这个问题 那就是四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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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就讲到这边啊 那就是四字头 那就是四字头